學設計的團隊 大家好我是學設計的陳俊福 很高興有機會向大家介紹我們學設計這個團隊 這個團隊是由蘇德科技大學的林全超林老師 和我所组成的 现在由我代表为大家介绍我们这次的参赛作品 我们所设计的是一种存钱筒 结合零钱盘的容器 在一系列的物件都定型之后 我们决定把它命名为 它可以读作借存语曲 也可以是借于存取 两者差别在于借存语曲是一种计划 我们解释为借定储蓄于是取用 先借定要存多少钱 所以才知道有多少可以花 另外借于存取指的是空间的设计 它的意思是存语曲的借 而这借就是空间 这两个特点就是我们这次参赛作品的主軸 也和这次比赛的主题相互呼应 我们的创作特点是 每一个作品都包含着很棒的巧思 因为我们希望消费者拥有的 不只是好看的装饰品 而是美丽实用 而且有互动性的产品 这是我们学设计所坚持的原则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